好的 今天留言終結者要來好好破解一下 夠惡慣用的欺騙我黑 扭曲 甚至編造故事塞人丁特 來陷害我的方法 他平常也是這樣陷害政府 陷害其他人你知道 被他陷害的人塞絲太多太多了呢 實在也距離不完 不過呢今天呢 他講丁特這件事情呢 他完全可以狠狠的被我打臉 打到臉都變豬頭 來 這個訊息是無理要前輪功的朋友傳給我的 他跟我說 我要在丁特跟遊戲局長吵架的時候 故意打給丁特 假設要放丁特的名義 卻偷錄音錄影 然後呢 烏鴉隔天拿著錄音檔 跑去找遊戲局長要業配 嗯?這怎麼跟烏鴉跑去恐嚇別人500萬的手法有點像 然後他們還說 烏鴉確實幫了遊戲局長拍了業配影片 只是後面烏鴉看方向不對 沒有上片而已 這不就代表了在烏鴉眼裡 只有利益 沒有重心思想嗎 從頭到尾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前員工看不慣我的作風 可是我們公司呢 總有一位員工的品性不良被我開除了 隨後呢 他到了林秉文 也就是郭鵝的乾爹 我瓦新聞上班 而他當初呢 盜取了公司未發影片 甚至呢 還重灌了我們的硬碟 好險 我去用影片救人呢 把影片救出來 不然呢 就會死無對證 讓郭鵝陷害我成功 烏鴉自己就是水菌收藏的事實 實際上 烏鴉不僅會偷偷改影片封面 像這支影片的封面 其實之前是這個 還有這支影片的封面 之前其實是這個 然後烏鴉還把它承認自己有時候水菌的片段刪掉啦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你說我偷改封面 請問這個封面跟這個封面的差別在哪裡 這個封面跟這個封面的意義又差在哪裡 我跟你不一樣耶 我只是讓他文字排列的素質更加的好看 但是上面的字一點都沒有改變吧 欸 你不是耶 你說我簽下尾哥又怎麼樣 結果說 我沒簽尾哥不要抹黑 欸 這是180度的不同耶 不好意思喔 我們繼續接著貼下去 來 我們接下來直接放上證據 讓證據說話 哥哥絕對不會像烏鴉一樣 只會空口說白話 然後看圖編造故事啊 然後呢 他那一天就跟我講說 那為什麼他需要灌水菌 他不是很多 實在的流量 對 他就說為什麼 我們大家都對這個項目很有信心嘛 然後我就說 什麼 他怎麼會需要賣水菌 他光是自己的流量就賣到爆掉了 已經銷售一空了啊 他說是嗎 他還跟你下廣告不是嗎 我這邊要對不起你 沒想到我一個專門做反詐騙的人 成為一個詐騙的成長的幫兇 就是因為我們的系統是白帶那邊 他們自動投廣 他會自動幫他寫文案 自動投廣 他以為是我下的 因為他是剛好透憂我的程式 然後去下這個廣告 下這個廣告之後呢 所以你也是幫兇 干我的事 那個東西全都是自動的 然後呢 剛好就是打單子去他那邊 因為那個人還順便賣水菌 所以他打到我的單子之後 就打過去他那邊 然後說他私信我的時候 他以為 是我幫你做的 哦 所以需要灌水菌的人 只要跟烏鴉的系統程式下廣告 打烏鴉的單子 就可以有一堆水菌啦 烏鴉說勾二三件影片片段 卻放不出 勾到底刪減了什麼片段 但事實卻打臉烏鴉 因為這一切都證明了 烏鴉才是那個 會偷偷刪減掉 對自己不利證據的小人 那個做水菌的烏鴉 他的水菌操作 到底有多麼可怕呢 來各位請繼續看下去去知道 我現在直接開一個東西給你看 這個帳號你看一下 你看得出什麼不一樣嗎 哦 他是假的是不是 他後面這個底線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第一底線多了一條 他可以到8.6萬 這個是我特地教人家幫我做的 你點進去 來 破站就在這裡 他的站很少 其實我要把他的站做到一模一樣 留言做到一模一樣 你是可以做到的對不對 可以做得到 這一點都不難 這個其實 隨便找一個水菌朋友 水菌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你知道做這樣的帳號 只要多少錢嗎 不知道 五千塊 五千塊就可以這樣子 五千塊一模一樣 如果我連留言 戰術都做得一模一樣 你真的看不出來 欸 所以烏鴉只要花五千塊 就可以做出一個8.6萬的帳號 甚至烏鴉自己都鎖了 他把留言的按讚 做到一模一樣都很簡單 這件事有被烏鴉申請料的片段 證明了烏鴉要嘛就是水菌收腦 要嘛烏鴉又在拍假片說謊騙人的啊 請問烏鴉 你是哪一個呢 你這樣子完全是 侮辱了103萬人的智商 你說我偷偷的刪減掉了 這一個影片的片段 不好意思 這個影片 我們從頭到尾 從來沒有上架過 脫餓 盜竊了我們公司的智慧財產權 這不是公開影片哦 不是可收公平的智慧財產哦 是他 藉由我前員工 盜取了我們公司的資料 然後拿來上架youtuber 開營利 來賺錢 甚至扭曲事實說 我刪除了這個片段 來 103萬的訂閱的人 來看一下 我陳幾何時跟陳零九上架過影片 而且哦 他還抓準了 這一個員工 已經把這個影片給刪除掉了 然後呢 斷章曲率來扭曲事實說 我來找水菁做劇頭 真的是好險 硬碟是可以救援回資料出來的 所以呢 我把那個影片給給救回來 給大家看一下那部影片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現在出一個新型態的詐騙 就是很多人會偽裝成藝人 或者是偽裝成一些項目房 來騙大家去購入假的NFT 那為什麼會說騙入呢 因為如果你們今天去買到那些假的NFT呢 基本上 沒有任何的功能 你再也拿破壞那筆錢 你就是等會丟進水溝 可能這樣是大家聽不太懂 我現在直接開一個東西給你看 這個帳號你看一下 你看得出什麼不一樣嗎 哦 它是假的是不是 它後面這個底線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第一底線多了一條 它可以到8.6萬 這個是我特地叫人家幫我做的 你點進去 來破贊就在這裡 它的站很少 其實我要把它的站做到一模一樣 留言做到一模一樣 是可以做到的對不對 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不是要搞Bump 因為其實當時我在想 我要拿誰的帳號比較好複製 然後Bump比較懶嘛 它只發了6張照片 所以我就直接Copy 這一點都不懶 這個其實隨便找一個水星朋友 水星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你知道做這樣的帳號 只要多少錢嗎 不知道 五千塊 五千塊就可以這樣子 五千塊一模一樣 我五千塊就會變一個陳寗酒出來 所以他們現在的詐騙模式就是 把一個網紅或藝人的帳號 拖避過去 然後呢其實就到網路上 去買那個廣告 要嘛買FB的啊 要嘛買一些私人的 或者是買行銷公司的 為什麼要提到這個呢 因為前陣子呢 有人用陳寗酒的名義 還有洋蔥 所以開始用這些人的名義呢 然後開始上架 他可能還搶先我們去登記這個OpenSea的網址 他比我們項目方還早弄 那是一部 提醒大家不要被假的 藝人帳號給騙了 去購買了錯誤的產品的一支影片 然後後來為什麼最後我沒發 因為呢 我這個人剪片就是慢 如果剪好的時候呢 NFT都已經不紅了 而且加上那一個人呢 我們直接調他IP 他還願意賠錢退款 給所有被詐騙的人之外 那一部影片呢 我也不想要再惡度傷害某一些藝人 因為有些藝人呢 真的是被利用名義去詐騙 我不想搞得好像 喔這些藝人啊 這些NFT啊 每一個都詐騙都很臭 原本那是一個警惕世人的影片 然後我根本就沒上傳啊 然後勾勾抓準了 我沒有影片援檔 然後斷章起立扭去事實 我說我有一個打單的系統 那個是一個 全自動幫你想標題 關鍵字 的一個電商上架系統 這個在電商界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而那個詐騙的人呢 用我們的上架電商系統 然後去下關鍵字 然後去做打單 然後現在被勾勾扭去稱說 我就是水軍頭 來我們再來看這一段 因為他們這種假帳號 是不會有真的粉絲的 所以他們全部都是下 假的帳號這邊留言 你看喔 09哥 不管發音什麼MT 先買就對了 哥錢包早已辦好 這全都是假帳號 在那邊假裝支持 假裝這個東西搞得很像真的這樣 然後很多人以前以為都會說 欸那我要你們做行銷是水軍 其實不是 反而水軍都在找我們幫忙 其實之前我們那個影片 大家有看的話 你有聽到水軍就講一句話 不 我們還要跟你學習呢 為什麼水軍還要說跟我們學習 因為我們專門在做真的流量的 也就是擴大觸及率 所以呢 那天就很好笑啦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他也知道我跟你有認識 然後我有跟他們講過說 欸 李姐我要出一隻貓 你們可以去買一下 因為我覺得會漲 然後呢他那天就跟我講說 那為什麼他需要灌水軍 他不是很多 實在的流量 對 他就說為什麼 我們大家不都對這個項目很有信心嗎 然後我就說 什麼 他怎麼會需要賣水軍 他光是自己的流量就賣到爆掉了 已經銷售一空了 他說是嗎 他還跟你下廣告不是嗎 我這邊要對不起你 沒想到我一個專門做反詐騙的人 成為一個詐騙的 本床的幫兇 就是因為我們的系統是擺在那邊 他們自動投廣 他會自動幫他寫文案自動投廣 他以為是我下的 因為他是剛好透憂我的程式 然後去下這個廣告 下這個廣告之後呢 所以你也是幫兇 干我的事 那個東西全都是自動的 然後呢 剛好就是打單子去他那邊 因為那個人還順便賣水軍 所以他打到我的單子之後 就打過去他那邊 然後說他私信我的時候 他以為 是我幫你做的 哦 了解 我是一個做數據分析的 做標題擴大觸及率 因為我最知道現在實施什麼 標題最大的觸及率 而那個水軍公司是看到了說 誒這個人既有買烏鴉的 然後又來買我的 而且又是陳寧九 所以根本就是兩個公司 然後呢 高二呢 就是抓準了 我沒有上這部片 所以他斷戰區域說 我跟水軍公司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大家知道 高二那怎麼惡魔剪輯了嗎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之前他錄我音的錄音檔 都是亂拼亂湊 他連我沒上的影片 都敢拿出來亂拼亂湊 只因為他抓準了 我沒有這部片 不好意思吼 現在電腦救援很厲害 然後一撈資料回來了 我一上傳 把你的臉打成豬頭了現在 所以想比謝他也都明白 為什麼我一直叫高二拿出 入我音的群檔 入我音的群檔 他永遠不敢拿入我音的群檔 給大家簽 因為呢 我都是在教他課 要不然就是 我本來在分析一件事情 就會講好的跟壞的 然後他都只斷張區域 亂屁亂湊 今年拼去年 去年拼明年 好險你拿這部片來抹黑我 我終於可以好好的證實 你都一直在惡魔剪輯別人啊 你為了抹黑人嚇錯這部騎了啦高二 不然你說啊 這一部影片 是刪減了我哪一部影片 當中的片段 不要跟我說水晶公司的那支影片喔 那時候陳寗九貓還沒出喔 所以事實證明了 我不是那種刪影片的小人之外 只證實了你高二 就是那種會偷人家東西 偷入朋友因 扭曲事實陷害他人的卑鄙小人 如果大家可別覺得 烏鴉操作水晶 只能做這麼簡單的事情喔 因為烏鴉操控水晶真正的目的 是用來操控影響風向的啊 還有一想辦法把它置頂啦 先灌一千 讓後面的一千人跟著認同 因為他站按多人也會移到最上面去 就讓人覺得喔原來普遍的人 看到完這篇文章 讓有一些中立的人 看到第一段留言的時候 就會認為說 喔原來普遍的人覺得 罵他們是八加九 按照兩千 原來現在的風向是這邊 那我也要認同這件事情 然後來跟著按著去站 對對對 是不是要往下移很久才會看到我的留言 對 才知道真相是什麼 對 然後來決定要不要按我的站 所以他幫我往下滑的動作有沒有 我就會少掉很多站 也就算了 對 我的站開始就少 我好像也就輸了 好像這件事情變成是我不對 原來烏鴉的水晶 可以用來灌留言的按讚數啊 當烏鴉操控水晶 去按讚他自己的小帳號的留言時 該者的留言 就會被頂章去置頂 這樣烏鴉就可以引導中立的觀眾 誤以為多數人認同烏鴉小帳號的看法 竟然帶風向塑造烏鴉是對的 反而高爾講真話 只要按讚比較少 烏鴉就可以塑造 烏鴉速度的假象 竟然引導大家不要信任烏鴉 然後剛剛那個片段呢 也是我沒有上傳的片段 然後很明顯的 我在告訴大家媒體試讀的能力 把水君操作輿論的方法 告訴各位 然後他說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來對付他 如果真如烏鴉所說的 我就是水君頭的話 我老是在踢爆水君的操作手法 我不是拿絲頭砸自己的腳嗎 把水君的所有手段都踢爆了 我以後要拿什麼來吃飯 這個邏輯完全壞死 的一個言論竟然還會有人相信 沒辦法 要成立一個邪教呢 就是要不斷的讓別人的腦袋 當這個人呢 停止使用腦袋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完全掌控這一群人 SIFU啊 SIFU 烏鴉最擅長 用誰的說謊拍假片 就像這樣 我覺得料還不夠耶 對啊 我覺得他太少 這個是舉例的啊 舉例的還蠻重要的 操作手法在幹嘛 所以我是要爆料嗎 不會 我剛才已經幫你講了很多 講了很多了 不是很多我都是 Catch Catch不到 喔是喔 沒差你就說 對對對這樣就可以了 沒差 因為我腦袋是有畫面可以放上去 喔 所以烏鴉負責編造故事 來賓只要坐在那邊 幫忙倍數 然後附和說 對對對 就可以了 這就是烏鴉拍假片用誰的手法 在螢幕中的那一位水君弟弟 因為他很不會講話 然後我說 我已經幫你踢爆了很多了 你也不需要再多爆料什麼 他說他gap不到 我問的問題 我說我腦袋中有很多畫面可以幫他補上去 我不知道這個跟拍假片有什麼關係 難不成老高跟小莫在拍片的時候 老高說這個宇宙有多美麗 然後小莫說 我不知道這個宇宙有多美麗耶 然後老高回答小莫說 不會 到時候我會補上宇宙很美麗的畫面 你就會知道有多美麗了 那如果老高這個毛片被高二拿走 那我根本會引導帶風向抹黑邊的小人 不也可以說 老高 也是拍假片的啦 因為小莫只需要在旁邊說 哇 對對對 宇宙好漂亮喔 這樣子又要被高二抹黑說 老高拍假片了 而且這位水君弟弟呢 他才有來自己留言 來回覆當天的狀況 雖然開始拍攝前 有大概說明一下 等等會拍攝的題材 但一開始我還是會緊張 我也常常gap不到烏鴉想提問的問題 才會導致烏鴉不滿意 或者有其他狀況一直重拍 到最後才會變成烏鴉陰道 我說對對對就好 而且我說如果說錯 你回答我錯 他把那一段刪掉了 然後呢 畢竟我是來賓 還得配合主持人說的風格 其實那是影片前之後 拍攝了一兩個月 而這部片當中出現的片段呢 是最早在烏鴉家拍的 而且是在我台北的家喔 而最終定案呢 是僅花一天在他公司拍的影片 是在他台中的公司 也就是這支七暴雪君公司 整個畫面 都是在他台中的公司喔 完全沒有用到 我家他說對對對這段毛片喔 所以不要說什麼拍假片上傳了 勾二用的那一段片段 連上都沒上過 勾二還可以扭曲 是說我三點掉那個片段喔 我們根本沒有用在我家的片段喔 除此之外呢 勾二其實也認識這位弟弟 叫做漢石 也一起吃過好幾次飯 那難不成你勾二有在用水君 不信的話 我們可以看我跟勾二的 帶來對話訊息 我還曾經跟他說 某某人 有欠漢石錢 你可不可以連一下那個人 跟漢石聯絡一下 那難不成勾二你認識漢石 在裝什麼神聖啊 而且喔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上熱榜的影片 絕對是沒有購賣水君的 這點我都有跟勾二在私訊對話講過 我曾經就測試過兩次水君 也就是這一位水君弟弟呢 說他想要測試看看 上熱榜的影片 灌水君會發生什麼事 而當時的那個 踢爆水君公司的那一部影片 原本是熱榜3 第一天跑到流量35萬的時候吧 那個水君弟弟他就灌了20萬 假粉絲一進去之後呢 雖然流量跑到50萬喔 但是馬上從熱榜掉下來 後來喔 有整整一週 完全不會跑任何的流量 就是被youtube的雞翅 偵測到買水君 然後被阻斷流量 被阻斷流量喔 整整有一週 都不會再跑陌生流量喔 這點我還跟勾二在LINE訊息當中 有聊到過喔 而且這件事情 我還跟館長那邊的小雨聊過 他說他們也知道 因為網紅協會的阿滴 也曾經跟他們告知過這件事情 代表說是這個圈子 很多老youtuber都知道 只要灌了水君 就會從熱榜上掉下來 所以我還強烈的建議 勾二千萬不要買水君 不然會被youtube機制 懲治之外 還會掉觸及率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會拿熱榜衣出來縮嘴的原因 因為上了熱榜 就可以完美的證明了 我完全沒有灌水灌戰進去 因為一旦我做了這個動作 就會從熱榜掉下來 所以我都有跟勾二分享過喔 勾二還說 哇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結果他現在可以扭曲 是說 唉呦 不一樣的熱榜 都是靠水君阿 按讚這樣灌上去的 youtube的機制 我那麼智障 勾二有比youtube的工程師 還聰明 秋希阿 然後呢 我這邊來跟大家證實一下 什麼才叫做用水君帶風向 還記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勾二 他創了一大堆粉絲團在帶風向嗎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酷杯政治 這個粉絲團就是勾二的喔 來我們來看喔 來 11月9路加入 酷杯政治的一個小帳號 陳雲敏 在當天呢 馬上就發一個 高端保護力用投票來決定 有沒有 就像夠我講的 他要開始踢爆高端 這種大家都知道的題材 結果是用小號在帶風向 不只一個喔 來我們再看一個 王思挺 11月9日加入酷杯政治 馬上發文 蔡政府還要欺騙人民多久 還要拿納稅人民的錢 進自己的口袋多久 有沒有 剛剛說要踢爆高端蔡英文 馬上用小號來帶風向 不只喔 再看這個 陳挺挺 11月8日加入酷杯政治 馬上發文 抓到了林佳龍會選 最正確找 在攻擊 新北市政府 侯友宜的對手 林佳龍喔 然後我們再回想一下 他當初收了新北市政府 700萬的標案 為什麼可以收到700萬 也就是因為 夠二 有很多粉絲團 水軍 小號 可以來帶這種風向 他才可以去賺這個標案的錢 大家understand 而我跟水軍拍片 我從來沒有用水軍去帶任何風向喔 我只有找水軍來踢爆水軍 因為水軍有分善惡的 不幸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一支片 是不是都在破解水軍的手法 而夠二都是用小號 用水軍在帶風向 來賺骯髒噁心小人的錢 而且喔 因為他最近跟民進黨有合作 所以他都只罵這種 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事情 罵皮不罵骨 但實際上他背後的金主大佬呢 也有很多綠色的 我下一集會講 他隨後還會再抹灰國民黨啦 只是我現在講出來 他絕對不敢做啦 但是呢 你們看完我下一集 你們覺得會非常的shock 好講到這裡呢 大家應該也都很清楚了 夠二就是拿著呢 我根本未發布的 所有的毛片 出來斷章取緯 陷害我 相信大家呢 已經看得非常的明白了 我們接下來回到重頭戲 丁特這一段 來這個訊息 是威亞青年宮的朋友傳給我的 他跟我說 威亞在丁特跟遊戲局子吵架的時候 故意打給丁特 假設要幫丁特的名義 卻偷錄音錄影 然後呢 烏鴉隔天拿著錄音檔 跑去找遊戲局子要業配 嗯 這怎麼跟烏鴉 跑去恐嚇別人 五百萬的手法有點像 然後他們還說 烏鴉確實幫了遊戲局子 拍了業配影片 只是後面烏鴉看方向不對 沒有上片而已 這不就代表了 在烏鴉眼裡 只有利益 沒有重心思想嗎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跟丁特有私人對話 丁特說呢 他已經看過我 錄音他的毛片 雖然他生性呢 我是真的拿了毛片 去跟局子要業配 但是大家看一下 我八三小業配啊 郭二呢 就是假裝 我的前員工的朋友 去跟丁特爆料 所以丁特 隨後呢 才會在直播上 講出這一番話 這件事情上 我們跟郭后講的是有更新的 局子事情 烏鴉就有透過百姓來找我 說他想要幫忙 百姓就說 啊 烏鴉很正義啦 他都會幫小蝦米 搬倒大巨蟻什麼 我說好好好 那你拉個蛋 他還跟百姓說 丁特是真的 要革命嗎 我記得很清楚 他還說 丁特是玩玩的 還是真的要革命 幹你 然後看到這個人是有病的 我都跟局子嗆成這樣了 還被他告 他還問我是真的要革命 還是只是鬧人鬧 還是什麼的 好像我在前面衝他在後面 瘋兩話 問我是真的要殺人 還是假的要上陣草 還是假裝要打架 其實只在下一個人 可能我當下就覺得 這個人有點鬧慘 我回頭看啊 我覺得他在套我話 他就問我手上有什麼證據啊 啊可以幹嘛啊 我目前的作為是什麼 我目前的策略是什麼 問了一大堆 然後他速度又說要拍影片 你打來說要幫我 其實只在錄音套我話 看我手上有什麼證據 然後再賣給局子 再跟局子要業配 那這什麼東西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無法理解 這就太過分了 這真的就太過分了 對吧 打來假裝關心我 丁特我看到你是受害者 我想要幫忙你 我挺你啦 怎樣怎樣 你現在手上有什麼證據 你跟局子怎麼樣 你打算怎麼做 然後他問了一堆哦 像記者訪問一樣 然後問完說 好我一定幫你出一篇暴打追死局子 然後最後報道沒出來 然後後來被人家爆料說 他其實在錄音 把我講過的所有話 看我們破綻拿去賣給局子還幹嘛 跟他用業配 他那時候還要拉我做那個NFT 什麼Game Fight那些東西 我聽到我跟他 白眼翻到屁眼去 我都想說 你到底是要來幫我 還是想要賺錢 想要趁這波聲量要賺錢 由於 丁特後來沒有陪烏鴉做NFT 所以烏鴉就想偷偷搞丁特啊 我要幫丁特罵局子 後來沒有罵的原因 是因為我看到丁特開始玩天堂W 我怕那是一個攻擊天堂M的業配 懷疑我為了天堂W才去diss天堂M 他腦殘是不是啊 我 天堂M8月27號 天堂W11月3號才出的 他在扯什麼東西啊 欸幹這樣我越來越懷疑烏鴉是真的有錄音啊 他在扯什麼啊 是有錄音所以要找一些理由幫自己開脫還是什麼的嗎 他在扯什麼啊 這是好瞎啊這好瞎啊 我幹局子 是去年的8月27號 天堂W11月4號才上啊 張飛打月飛啊我怎麼用張飛打月飛 用明朝的劍斬清朝的關號 怎麼斬 什麼叫我為了打 我為了天堂W才去搞天堂M 啊天堂W跟天堂M都是NC原廠 點一發胡生服獠獎金 過了我就當沒發聲 幹 馬的烏鴉 唉...其實第一呢我真的是不怪丁特 因為換作是我今天收到一個人說 要幫忙我跟我錄了一堆音 最後影片沒有發 最後是另外一個人拿著影片給我看說 你看烏鴉錄你音是不會跟橘子要業配 換作是我我也會不爽 而且丁特也記錯了時間線 他說天堂M是8月初 而天堂W是11月初 那個時間線就完全不對 但其實丁特他踢爆天堂橘子有兩次 他第一次覺得機率有問題是懷疑而已 他很確定被改經緣是第二次 而我聯繫他的時候就是第二次 大家看一下我跟百姓的LINE對話就知道了 我是在12月的時候才去找丁特的 所以時間線呢是對得上的 我是在他第二次才去聯繫他的 有點無奈 但我也不是說他就是為了天堂W去第十天堂M 橘子是代理公司 後來NC廠不給橘子代理 那基本上他們就是利益上的對抗 因為基本上我打給丁特的時候呢 天堂W早就出了 而且呢我還跟丁特討論過 有沒有可能是NC公司在陷害橘子 我們直接來聽電話錄音吧 然後我就在想一個問題點嘛 如果今天他想要拿下台灣人的所謂的遊玩權力 希望台灣人都去玩他韓國版的天堂W 那他要怎麼樣讓天堂M的人離開 那就是偷改機率嘛 你懂我意思嗎 說不定你被利用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你也要舉止願意拿出電視紀錄嗎 這件事也很簡單啦 他們那邊發聲明說要告 我那邊還在外面拍片 他們四點多發新文稿 我六點開完片回家 我七點就開直播 我自己澄清了 因為他們聲明稿寶寫得很難聽嘛 說我是為了利益 創造非法流量來賺錢 他說這個是我的新型態商業行為還不及發的 但是呢我在我的影片當中呢 也沒有說他就是這樣 我說可能是這樣 而且我跟丁特也不熟 所以後來我就沒發那部片 而丁特在他直播的時候很不爽去講了這一番話 很明顯就是勾握的人去那邊騷丁特 然後丁特講出了這一番話 而隨後呢丁特也有跟我溝通 問我說我到底也沒有拍要幫他罵橘子的影片 我們先來看我你們罵橘子的 大家好我是烏鴉 今天要拍這支影片呢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沉重的一個決定 事情是這樣子的 最近呢因為丁特呢跟橘子吵得風風火火的 然後呢我去那邊留言 我也只是想要講一下丁特你應該是輸定了 然後呢下方就有一堆留言跟我說 聽到這個消息實在太難過了 我娘要求你幫忙他 我娘我娘我娘 當然也有很多人覺得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認為反正就只是一個網紅丁特 個人抽獎問題 然後被遊戲公司告死好 當然一定會有這樣的酸民 但是你們真的認為這件事情 只是丁特個人的事情了嗎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丁特跟大公司之間的吵吵鬧鬧而已了 你別忘了他同時是一個玩家 這已經是千千萬萬玩家的權益問題了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呢我真的考慮了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呢今天既然要講這件事情呢 避免有些人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先來簡單講個懶人包 事情是這樣子的 早在幾個月前呢 丁特因為他的底下戰隊BYG獲得了一場勝利 於是呢他決定打開他的天堂 來衝一下止步 順便慶祝一下他們團隊的勝利 於是呢丁特呢他就上韓版的網站呢 查了一下現在抽止步的機率呢是10% 然後他看了一下台灣天堂 也就是橘子官方的公告呢 也寫說與韓版的中獎機率一致 他想說既然這麼輕鬆他就大花了幾百萬下去抽獎 結果呢他的中獎機率呢 卻遠遠的小於公告的數字 也就是2.23% 於是呢他就越想越不對勁 隔了一個月後呢他又再一次砸了好幾百萬 再去抽那個止步 結果呢他的中獎次數呢也是遠遠的低於10%這個數字 又是2.23% 因為這兩次的抽獎機率呢都遠遠的低於那個%數 所以呢他就開直播辱罵橘子一波 然後這時候呢又有立委跳出來說呢 他們想要協助丁特利轉當法 是不是這件事情呢看起來都略有一點勝率了 終於要發揮他們的實力了 人民似乎有戰勝大金魚的時刻了 結果呢在11月11號的時候呢 丁特發布了一個公告 也就是經濟庫裁定沒有立轉當法的必要 因為遊戲公司都非常的自律 哈哈哈哈 真有趣啊是不是丁特 啊 太滴 不要最後告我的不是橘子了 是台灣啤酒 我個人不愛喝酒而已嘛 四選原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早上他們要舉例去做轉當法的時候呢 我早就已經私訊跟平民百姓說過了 你們基本上是輸定的 畢竟呢你們把整件事情都想得太簡單 太容易了 你們以為橘子只是你們看到天堂的畫面那樣子嗎 只是一個橡樹遊戲只會走著走著的死亡騎士嗎 你們以為橘子只是風之谷那可愛的角色嗎 你們真的認為他只是單單一個遊戲公司嗎 他是台灣最大的遊戲公司最賺錢的股票最漲的 他背後其實力其背景會是幾個網紅幾個小立委 就能簡單處理的一件事嗎 你們想得這麼簡單嗎 你們在留言跟我說 我說真的我覺得丁特的勝率大概是1% 你們以為找我勝率會提到多少 大概2% 這不是一個任何人可以躺的渾水 所以我是很佩服館長跟丁特的 也就是因為這封佩服 我今天嘗試性的獲出去 橘子就有自己的一家不小間的媒體 今日新聞 可想而知他們的媒體關係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加上他們只要每出一款遊戲 就會每一家媒體公司 就發個幾百萬的業配 所以我們就會夢到一個狀況 像丁特講的 整排十幾個媒體就會發 橘子不忍了決定告丁特 所以論媒體的力量丁特是輸定的 然後橘子也攻擊了一下丁特 哎呀為了聲量以及流量 拿他們來炒作 我還特地打給丁特 真正講了32分鐘 來了解他今天的狀況以及信念 而我詢問他的這個信念呢 也確實是有錄音錄影的 所以就是因為我這部片沒有發 所以丁特並不知道 我錄他的音到底是目的為何 而GOLO呢就是拿著我的影片的毛片 去塞朗丁特說 你看吧烏鴉有錄你音 然後未來就是跟橘子要葉配 因為他也認識橘子 這跟我上上級 講說他去塞朗 公然來告我 只為了保護青青 這手法有沒有很像呢 GOLO就是一個很會塞朗別人的小人 然後呢我跟丁特的對話當中呢 然後我要跟他講 如果我今天是要來當雙面間諜 我要來弄你跟橘子要葉配 我何必一開始就告訴你 我也曾經跟橘子的老闆有見過面 而且都是留下文字訊息 來繞他口實 代表說我從一開始 是鐵站丁特這邊了 以我的聰明與才智 我會留下這些文字訊息 那我之後接著遊戲的業配 丁特不是可以馬上拿文字訊息出來說 誒烏鴉他認識橘子 然後假裝要來幫我 這種操作這種謊言 也就只有GOLO說得出來 但也因為我沒有發這部片 所以丁特並不知道我錄他音的原因是為何 所以他被塞上了 一時講出了直播上的那些話呢 他也只是說疑慮嘛 我們先接著看這部片 當然啦他一開始只是對自己不滿 所以播了那場直播 後來他發現所有的觀眾呢 也長年的受到很多遊戲的坑壓 剝削 甚至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同感 就是現在的遊戲都只為了賺錢 已經沒有過去以往那麼好玩了 已經不像小時候 大家都快快樂樂上線 玩好幾年的那份快樂了 現在早就全都變成免洗遊戲 上去就要大量的刷錢 玩個幾天之後呢 都輸給那些花很多錢的人 然後大家就不玩了 而大家花了很多錢 也不知道到底為了什麼 已經失去了這整件事情的本質了 而且丁特絕對不是贏家 他為了這整件事情 失去了大量的工商 少說少賺了三百萬 我做夢 然後我們幻想出來了一個狀況 幻想出來的可受公平之事 夢到很多小型公司 他們也都很需要大柳丁的幫忙 柳丁喔不是橘子喔 所以呢他們紛紛靠向柳丁 不會再發給賽特業配 是賽特行 然後呢因為很多網紅啊 他們想要接的業配 都是要透過遊戲公司 發包給行銷公司 然後行銷公司去競標 然後再選擇發給那個網紅 而這些所有的行銷公司呢 也都不會再發業配給賽特 然後再來呢賽特為了人民 不斷的去踢爆機率的問題 未來所有遊戲 都會不敢再發業配給賽特 因為賽特很有可能會反過來 踢爆了他們的機率 所以他短時間內呢 只是損失了三百萬的業配而已 未來的三年啦 他會損失幾千萬的業配 這件事情對他來說 反視力太強太強了 所以他是贏家嘛 我不這麼認為 那未來我就可以想像到 丁特基本上輸定 我在下方留言說 哎呀丁特輸了 竟然還會很嘲笑 我說 橘子告丁特毀謗罪 他怎麼可能會成立啊 丁特不過是陳述事實類 他怎麼可能會輸啊 要告毀謗罪 不會成立的啊 你們以為世界是這樣運轉的嗎 你們以為就像你們看到的這麼簡單嗎 我來做一個想像好了 不是實例喔 還沒發生 我們只能說想像 避免大家被告齁 也不要亂留言 你們想一下 今天 柳丁告的 不是刑事喔 通常來說啊 一家公司想要證明他們的清白 公司告公司 或者是告一些商業上的專利啊 抹黑啊 迴謀啊 不管 或者是惡意競爭 都一定會告刑事跟民事同時去告 然後今天如果告刑事的話呢 對柳丁來說可能就比較不利了 因為第一他得公布他的電池紀錄 來舉證他的機率不像賽特獎的那樣 第二呢 在刑事上呢 賽特獎的全都是他的摸索以及感受 所以他陳述他所看到的事情呢 在刑事上 基本上呢 對大公司比較不利 所以他們今天告民事 而民事呢 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現在告哪一條 但是呢 他嘴巴講說為了證明他的清白 決定不忍了 大家可能都會以為是告毀謗罪 錯了 只要他們不講他們告什麼 你永遠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我對企業的這些了解呢 我大概猜得到 猜的啦 他們可能會告的是 賽特在這段期間內 所說的所有的言論 有意影響股價動盪 導致公司污名 而損失的利益賠損 然後呢我就去看了一下 這四五天的股價表呢 喔哇 如果告成了 哇塞 我還真不知道賽特要賠個幾千萬還是幾億呢 然後呢我就去逛一下 有一個城市叫做 什麼什麼同學會 因為不是業配吧 你們看一下喔下面的留言 我看到也有很多人支持賽特啦 上面就會講說 他們要做 做 支持賽特 就要 分裂出來喔 不然我會變成有意動盪股價的一員 好危險好危險 但是你看一下喔 講那些支持話的人 你看他們都有留很多很多的言 甚至呢 只是來討論股價的人 那個帳號都是有等級的 而且都會到處留言 我就抓到其中有一條留言是這樣子 支持柳丁告賽特 來證明自己的情擺 而這個帳號呢我點進去一看 只留了這一條言 假帳號 然後我看到這樣的行為呢 我不禁就會去幻想 我喝醉了喔 無言亂語喔 柳丁要告刑事的話 得舉證嘛 但是如果萬一 可能他真的有條機率的話呢 他們是拿不出舉證 賽特獎的2.23% 是錯誤的 所以他們不告刑法 那極有可能 真的是有條機率 然後告民事呢 再看上這個留言呢 我們就可以去想像 他們隨便只是告一條民事的一條罪 而且拖個一年兩年 忍處理 甚至他們最後告贏呢 就可以說看吧 我們證明我的清白 他告的可能只是 導致我們有賠損 明明事實上有意 影響我們的股價 但不管告贏告輸了喔 賽特都是最後的輸家 你們懂我意思嗎 今天告一條很模糊的罪 就可以來舉證自己的清白 但是他很有可能真的有條機率喔 但是只是莫名告贏了 他們就可以找大量的媒體 然後去說 欸告贏了 賽特真的是抹黑 但是他們可能只是告贏了一個 弄壞我家的馬桶罪 隨隨便便 然後只要找大量的媒體 不斷的覆蓋 反正賽特就是輸了 你們不要管我告贏什麼 我們公司是清白了 看吧 我們真的沒有條機率 這個才是真的世界的運轉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是我的灰色地帶 而且呢 大家會說 啊我們大家都不笨蛋 確實你們不是笨蛋 但是你們不一定會每部片都看完 每一句話 每一個細節 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們只會看到一個結果論 就是標題 賽特輸了 會認真看完每一篇新聞文章的 可能就只有兩三成的人 我做網紅 做新聞 做串流這麼久了 他只要影響到七成 不看完整內容 只看標題的大人 可以維護他們的股價就好了 而且賽特不只輸在這一點 你們想想看 他未來會被大大小小的遊戲公司抵制 然後橘子不斷的忍處理 然後最後呢 也沒有業配敢找他嘛 然後他斷的錢的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相對呢 他花錢的影片 也就只能花的越來越少 就越來越無趣 最後結果就是 會覺得 好像丁特也沒有要再吵了 而且影片好像越來越無趣了 然後他也沒什麼錢了 最後 油量也沒了 然後就消失了 這場戰爭從一開始打的時候 丁特就注定要輸了 而且你們想一下啊 丁特一直以來就是遊戲實況主 他身邊的每個朋友 都是遊戲界的 大家也只能私底下說 好丁特加油支持你 任何一個敢檯面上幫他講話的 都會跟他一樣失業啊 所以絕對不會有人出來幫他做這件事情 或許你們會覺得 啊他消失跟你們無關啊 也跟我無關啊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出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跟我們大家都有關啊 他對抗的已經不是單單一間柳丁公司了 而是整個遊戲界 與你們的權益啊 我剛剛就講了 不會再有任何公司 發業配給他 因為每一間公司 可能都會調整機率 因為丁特今天告輸了 那些不敢再發業配給丁特的 都很有可能是 夠飯 今天這個法條沒有立下 我相信在遊戲界 已經大家在開槍兵了 嗚呼 橘子贏啦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改機率 經濟部說 不需要立轉盪法 因為所有遊戲公司都非常自律 哇操 哇操咧 非常自律 非常自律 會有2.23%這種事情 在韓國 在美國 都有相關的扭盪法 已經立案了 就台灣不用 我們台灣人就要花五倍 六倍的錢去玩一樣的遊戲 我們都盤子 我看我們也都來做遊戲好了 也就是最後那一段 我說我們都來做遊戲好了 我就是這樣子跟丁特講的 橘子要出GameFi 而且是年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GameFi很紅 我說他這種會改機率 那麼中心化的公司 還想要跟人家出 去中心化的遊戲 他出不如你丁特來出 我們一起來罵他 屌打他 那都是出一個主意 我們在聊怎麼去攻擊 去反擊這個大金魚 丁特問我有沒有拍幫他的影片 有 我只有拍幫他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髮型 絕對不是最近拍了吧 我剃光頭要留到這個地步 至少要三四個月吧 而且我過去的前員工 就在勾二那一邊了 他連陳寗久沒上架影片都有 那既然你們口口聲聲說 我有拍幫橘子提爆丁特 最後因為看風向不對 而沒上的那部影片 請勾二你貼出來 你就是無中生有生話而已啊 因為從頭到尾我只有錄音丁特 跟幫忙丁特而已 所以丁特也說啦 他有看到我錄音他的那個影片 如果連錄音他的影片 丁特都是確實有看過的 那請問幫橘子罵丁特的影片耶 喔這種人 就是真假參半在陷害別人 那新聞看一看 猜一點真的 最後呢再扭曲一些思想 來幫他想要的利益 以及執政黨 來陷害他人 真假參半陷害人才是最可怕的 他在媒體帶風向說 Bump的老爸是黑道 所以Bump去柬埔寨救援 是靠黑道的勢力 把人賣過去 再自己把人救回來 賺兩條好棒棒 這樣陷害Bump 但是Bump的老爸都過世多久了 他一樣可以這樣扯啊 這種人就是這麼骯髒噁心啊 他新影片說什麼 連千億找我 來陷害他阻止他 是因為我對他是最熟悉的人 其實反過來 我大佬找叢獨 還有Goyle來陷害我跟Bump 才是因為他們兩個是那種 背骨音啊 會陷害我們的小人 那Goyle你都有在錄音錄影 最近林秉文被抓到洗錢詐欺 你怎麼沒有拿他的錄音檔出來 踢爆他一下 而且說什麼 我的仙多多跟連千億有合作 烏鴉卻偷偷下架了 他去年准連千億的影片啊 去年連千億在用鄧家華炒話題的時候 烏鴉在9月份上架了這支影片 標題是 千億的陸地 動物新聞觀察家 我們可以看到 烏鴉已經很久沒有用的粉專了 這部影片還留著 但烏鴉的YouTube頻道 卻偷偷下架了這支影片啊 為了避免烏鴉又繼續捏造假證據 或有招演員陪烏鴉用誰的拍假片 所以我們這邊呢 用螢幕錄影來給大家看 來 烏鴉確實下架了 去年9月左右連千億的影片 欸烏鴉啊 你說我下架了跟你們拍過的影片 對啊 我就是不想讓你繼續在那邊塑造說什麼 你是我的老闆 或塑造說什麼 你帶我出來 然後拿勾二的名義去恐嚇勒索別人 所以我才下架了跟你們有關的影片啊 但你烏鴉下架了 你之前嘴連千億的影片 不就是因為你收了連千億的錢 要來勾配勾二 來我們看一下網路上的對話 是勾二的老闆 我從來沒有去偽裝過 是勾二的老闆喔 而且勾二我跟你說 你紅了之後才下架掉 跟我還有跟Bump合作的影片 流浪費也賺走了 你這個叫做過河猜橋 要找一個這麼冠冕彈簧的理由 而且是你先攻擊我們的 才下架影片的 怎麼都把你的手段推給我咧 而且連千億是cheat和FB的 我如果今天要跟他合作的話 我應該要下架掉FB的 而不是Youtube的吧 而且你影片不是在暗諷 連千億其實沒什麼錢嗎 他怎麼又有錢可以來抖內給我了咧 瞎掰嘛 而且跟你對話的那個什麼老大哥 如果什麼跟人類跟我都有合作 升仙 這陣子因為烏鴉站在浮沙台面 所以有很多跟烏鴉接觸過 或跟烏鴉合作過 但後來看穿烏鴉手法的人跑來找我 其中有一個就讓我傻眼了 直接讓你們聽錄音吧 我明明知不知道 之前人類跟那個 吳俊一 吳哥還有烏鴉 他們三個要一起搞那個 升仙直播媒體 我是知道烏鴉有弄一個 先多多升仙直播 但是我不知道 他們還有一起合作 對嘛烏鴉搞那個 後來他不是沒弄的嗎 喔他先多多航後來沒錯 對阿就是因為要 大家要一起合作這個新的項目 很多人 除了說 然後你說我都找演員來抹黑你 但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出熱直播的直播主 都有名有姓有訂閱 你這一通電話錄音到底是誰 隨便找一個人配音就可以抹黑我 起碼也露個臉爆個名嘛 你這不是更扯 來請他拿出跟我的對話訊息 合作發票全部拿出來 我當初先多多做的沒一樣貨都是我開發票的喔 你隨便找一個人錄音 然後說什麼阿連的跟烏鴉就是有合作 發票咧 當時我開先多多是跟20位我的黃金會員 他們集資400萬我出400萬一起開的 有20多的股東都可以作證 我們跟連千一一點合作都沒有 你這樣把VIP都當智障 你說誰想抖內給你阿 而且你說我創造很多抖內的假象 都是連千一的抖內 連千一的水君抖內 每一則留言都那麼用心 打那麼多字抖內給我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你的芯片 欸你的抖內很有趣咧 你的超級感謝 一整排都只會回答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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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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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的抖內比較像是水君在抖阿 欸我的抖內觀眾都很用心咧 是我一直在踢爆你的手段 還是我一直用這個手段在對付你呢 我相信觀眾看一眼可想而知阿 所以他說是我灌他倒戰 來塑造一種我贏的假象 不好意思喔他倒戰很高 從跟館長吵架的時候 幾乎每篇都三萬至五萬起跳 不要說我來貼啦 等下你就說我改圖 你自己截圖出來給大家看阿 是不是從跟館長吵架之後 每一篇都三五萬倒戰起跳 大家早就看不清你很久了啦 你只能欺騙那些 心智完全沒有獨立思考 被你蒙在谷底的那群人 然後也就是因為他一直抹黑我用水君 所以我才會一直貼熱榜一給大家看 因為youtube的審查機制呢是非常的嚴格的 什麼是新帳號觀看時間多久 而這個帳號有沒有在看別的影片 相關性影片時常有多長 youtube都偵測的出來 所以能夠上熱榜一的影片 是絕對不可能是用水君灌上去的 難不成勾二比youtube的工程師還聰明 麻拜託幾個咧 阿不然你勾二上個熱榜給我看一下阿 你的流量這麼高 訂閱抖累這麼多 瞎 然後他在那邊抹黑說 通常人家吵架的訂閱都會有浮動的 VR的完全沒有掉 他一定是買水君來灌來維持他的訂閱 不好意思喔 跟你吵架說原本104萬 現在是103萬8千5 只掉1千5 你抹黑抹了我五支片就只掉1千5 這就是你勾二的實力 我只是回應你 你就掉了2萬 我就回應你而已 你就自己掉了2萬 你不檢討自己 阿那邊怪別人 阿那邊自願其說 而且我也告訴過你 關於演算法的問題 如果買薑絲粉 可能那些薑絲粉呢 不會再回來看影片的話 也會降低觸及率 而我的觸及率一直都沒掉阿 其實都是很高阿 阿當時我去買FMFT會賺錢 買無聊也有賺錢 我當然不想要去幹那會虧錢的生鮮直播嘛 而且連千億當時賣生鮮賣的又沒我好 我跟他合作幹嘛 我連丟妹都不屑合作直接跟他吵架 不是都被你電話錄音下來了嗎 我還會屑跟連千億這種生鮮醉小咖的 這話你都掰得出來 你跟親親就解釋不清 阿現在泡一句館長講的話 看你可以拿連千億出來擋多少次阿 館長在跟你吵架的時候 你也一直在暗指 哎呀一定是收連千億的錢 林鄭律師收連千億的錢 阿誰都收連千億的錢 阿他收東升的錢 對你的惡行惡狀看不過去就是收別人的錢 就你言論自由 就你正義 卻西洋 說標案的是你 跟林董合作的也是你 打一個連千億落水狗 幫他轉個258 有沒有種挑跟大尾的阿 而且我出三部片 哪一集不是你攻擊我我回應你 你攻擊我回應你 阿我問你的問題都不回答 你一直開新戰場 然後現在又開一個丁特戰場 然後一直說我烏鴉開戰場 連丁特都聽不下去出來說話了 來來來烏鴉這段給你用 好不好你下次如果要 嘴勾二要跟他吵好不好 欸勾二 這個 你這個 剪我的影片 不需要經過我的同意嗎 你拿我直播上的影片上面的版權 來幫自己吵架 你有經過我同意嗎 這個創作者訂閱78萬了 訂閱者78萬 你連這個基本的版權概念都沒有嗎 太離譜了吧 今晚12點以前 你沒有給我個交代 我就剪舉這部影片讓你下架 請你吃版權炮 有沒有一直拉人家來戰場來幫你 都沒有經過人家同意還被人家懟 上次bump的事件也是阿 來看看封面這個封面 他當初這部片阿 裡面也放bump 兩年前跟他拍的影片阿 而bump已經封鎖他兩年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已經捅bump兩年 bump是非常討厭勾二的 他還有臉 去放bump的影片 然後被bump怼一個 把影片關起來阿 看這個人多丟臉 欸他說我可以用阿 你不能用阿 明眼人都看出來誰 才是正義的那一方嘛 然後你陷我三天內去驗毒 你到底算老幾阿 你叫我去驗我就要去驗 欸我跑了四家醫院 就只有一家願意讓我驗尿 你17號把影片叫我去驗 我19號就驗了 那不是三天內嗎 阿我也說啦 我也何以懷疑你吸毒阿 因為畢竟呢 在網路上流傳著一個 陳玉瑋的案件 很多年前的持有毒品被抓 他當初僱用的律師呢 又是你現在僱用的律師 有那麼巧也叫陳玉瑋 因為畢竟良眠症這種東西呢 只要五年沒辦法 就看不到過去的案件了 那我也說啦 你一起出來驗血驗尿 你告訴我去哪裡可以驗血 我跟你一起去割拋鼻驗都沒問題 阿把你現在跟叢獨一國嘛 叫叢獨也一起來驗啦 咱們手前手一起去 阿把你叫我去我就一個人去 阿我約你一起去 你約你都不去 幹嘛闖避這個話題 難不成你吸毒你心虛 難怪要一直戴著一個面具 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 都講成別人在做啦 那你發文章都學我 什麼燃燒彩虹的羽毛 希望這個世界會因為你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就是我的影子而已阿 你就一直在模仿我而已阿 阿我說你是親親的經紀人 你就說我是他乾爹 阿我說你買下出樂 阿你就說我是出樂的老闆 阿我說你買水君 阿你就說我買水君 阿我說什麼 你都跟著說什麼 你有沒有一點獨立思考 你根本不要叫狗二 還叫鸚鵡好了 你就一直在學我阿 自己想一些梗好不好 你真的是很可笑 還好意思瞎掰說 是連簽一發業配給我來攻擊你 那奇怪了 開始用粉絲團罵bump是7月 然後你在影片暗諷我 也是8月初 我8月23才跟你切割喔 那是你先攻擊我們喔 那到底是誰在付錢要你做這些事情 也沒錯啦 畢竟我們是反律大使 就加上呢 我一直在搞你的金主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嗎 都是他不斷的抹黑 我再澄清 順便踢爆他一點點 回應 澄清 再踢爆他一點點 我終於等到他的金主被判刑了 他的金主出事啦 為什麼他現在會說他沒有錢 再繼續拍影片要跟大家要抖內了 相信有些人已經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大家拭目以待 那勾爾內結束了